提起蛇,人们大多数都是弹蛇色变 因为毒蛇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危险 不管是新闻还是故事 蛇害死人的事情没少听 因此大多数人看到蛇之后 下意识的反应都是害怕逃避 但是竟然有一个东北大姐 与20条蛇同居15年 甚至同睡一床都毫发无伤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大姐有什么超能力吗 虽然对于现在的刘大姐来说 与蛇的相处早就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15年前 第一次见到蛇 她也是非常的害怕 刘大姐平日里靠着养蜂为生 2006年的某天 刘大姐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 但没想到屋里竟有一个不速之客 一条满是花纹的蛇 在自家的地板上静静地躺着 这可吓坏了刘大姐 但是独居的刘大姐孤立无援 只能调整好心态 硬着头皮上 刘大姐找到一根棍棒 想着打蛇打七寸的口诀 就打算挥棒而下 但是看着丝毫没有攻击架势的蛇 懒洋洋地躺在地上 刘大姐最后还是心软了 让出一条道之后没多久 蛇就自己走掉了 本来刘大姐以为顺利解除了危机 但是令她想不到的是 这条蛇走了没几天又回来了 并且还带来了另一条蛇 并且看着像是她的伴侣 刘大姐心想 应该会和上次一样过两天就走了 也就没有干扰他们 没曾想 这一住就是几个月 但是几个月地相处下来 刘大姐已经不再像刚开始一样害怕他们了 就放任了这些不速之客在此定居 没想到几天之后 两只蛇就给刘大姐带来了惊喜 这天刘大姐还是像平常一样 在数个风箱之间忙碌 却听到屋内有一响 一进门可给刘大姐一个大惊喜 这两条蛇不仅自己产卵孵化出了小蛇 甚至还引来了其他蛇到这里来产卵繁殖 现在刘大姐家已经变成了蛇窝 而且这些蛇还对刘大姐这位房东非常温顺 不仅从来不咬它 还有一些在它睡觉的时候 会钻进它的卧室 爬到它的被子上一起睡觉 长此以往刘大姐也逐渐习惯了 与蛇同居共眠 并且随着蛇数量的增加 刘玉萍再也不用担心家里面出现老鼠了 养蜜蜂的本质 让刘大姐的家中常年受到老鼠的侵扰 但是现在有守卫蛇们坐镇 老鼠根本就不敢在他家附近活动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蛇不会咬刘大姐 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就很好理解了 刘大姐自始至终都没有怎么干预蛇正常的生活 并且因为家里是土房子 给蛇提供了自己喜欢的居住地 还无意中因为家里泛滥成灾的老鼠 喂饱了这些蛇 因此这些蛇久而久之 也就变成了宠物蛇 这种人蛇和谐共存的场面 就是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形成的 当然生性凶猛的毒蛇 是不可能这样的 那么这些小蛇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刘大姐也是请来了动物专家 来查明这些大大小小的蛇的真面目 最终经过专家鉴定 这些蛇是松花蛇 松花蛇是我国分部范围较广 耐寒和适应性均较强的蛇类之一 虽然有蛇王的称号 但是它是无毒的蛇 不过野外的它食谱广泛 会攀爬上树的一种蛇 尤其是行动迅速 突击性强 因此捕食能力非常强 能够快速将猎物绞杀掉 捕食鸟类 蛙类 鼠类 松花蛇的环境适应能力强 繁殖速度也比较快 生长速度也很快 此蛇一般每年6到7月开始产卵 且一次最多可产12枚 因此一次的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 加上环境适应性强 生长速度快 顺利成年的比率还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刘大姐家的蛇的数量 会一夜飙升 不过虽然野外的松花蛇的繁殖速度较快 但是由于环境污染 导致食物链的破坏 再加上人类过度捕杀 松花蛇的数量逐年减少 但是2020年2月 国家林草局正式实施了 颁布了明文法律规定 松花蛇 竹鼠 草兔等45种野生动物 必须于2020年12月底前停止养殖 因此刘大姐也要和这些松花蛇们分离了 随着国家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和坚决可除滥食野生动物漏袭 如今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受到保护 这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和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